本期视频 我们来梳理一下 关于莫幻金手持狼头和真假莫幻金的分析和质疑 第一 关于莫幻金使用过的狼头 在本案一共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 莫幻金说自己砸玻璃 想救朱小珍母子 结果砸了几次都没有将玻璃砸开 才导致悲剧发生 后来根据林生斌的代理律师 经过反复测试 证明莫幻金根本没有砸过玻璃 认定莫幻金撒谎 后来法院也没有认可莫幻金的供词 第二次出现在 记者事后采访邻居 邻居告诉记者 说莫幻金用狼套砸邻居门 提醒邻居逃跑 我们看一段当时的采访视频 很多人他们也有暗游标 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 我跟他们没结束呢 十七楼呢 十七楼那个人就说 快点起来招呼啦 快点起来招呼啦 那我就翘起来了 我就叫了 哇招呼啦 我们女婿也起来了 我们女婿就打了110 那时候我电影大分 那一时间 我逃的时候 我刚到十五楼的时候 他们叫阿姨也得敲我们的门 一个狼斗的敲 那么长的一个狼斗 我听到他 砰 砰 我说你不要敲啦 我已经下来了 您那时候是几楼的阿姨 十楼的阿姨 他来敲过您的门 对 那个门 他敲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敲我们快快跑 楼上敲过来 他知道了我们对他们是好的 那后来他您还见过他吗 没有 他说怕你来了我们 找到更旺的对不对 他来敲我的等等 我说我已经下来了 你不要敲啦 这段采访视频 传达出两个信息 关于十七楼的信息 和默幻金 用廊头砸周围邻居们 提醒大家赶紧逃跑的信息 第一 根据原始卷宗陈述 默幻金的放火时间为凌晨4点55分 可是住在十六楼的阿姨却说 自己因为年龄大 四点多就醒了 就听见十七楼的脚步声非常多 而且 十七楼那个人 对阿姨说 快点起来 着火了 也就是说 第一时间提醒阿姨逃跑的 不是默幻金 而是十七楼的脚步声和住户 阿姨在采访中也提到 自己不认识十七楼住户 如果按照默幻金 四点五十五放火时间来算 十七楼住户是如何知道 四点多就会有一场大火 而且还第一时间通知楼下的阿姨逃跑 我的推理分析有两种可能 第一 要么默幻金的放火时间 不是四点五十五 而是更早 不然十七楼不可能这么快速地知道着火 还通知别人逃跑 第二 要么十七楼住的就是 默幻金的同伙 四点多 十七楼就有很多脚步声 再加上第一时间就知道 通知楼下逃生 是为了制造混乱 混淆时听 还是别有他意 目前 我们不得而知 最早 网上传出 十七楼住的是林生斌的妹妹 林云婷一家人 如果属实 那么作为最至亲关系的家属 第一时间 不应该选择逃跑 而是想办法营救才对 为何再不营救自己亲嫂子和三个可爱的侄子的情况下 选择通知邻居逃跑呢 目前最真实的信息就是 林生斌自从娶了事业有成的朱小珍后 就把自己的哥哥 妹妹 妹夫 还有父母都接到一起住 一直都住在同一个小区 从案发当时到现在 我本人 从未在任何媒体报道中 听到林生斌妹妹林云婷 对此事有过一次采访报道 唯一一次也就是 朱小珍父母 去找林生冰桃说法的时候 林云婷对朱小珍父母和亲戚 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你干嘛要这样说 我哥的东西 干嘛要给他 这里的他 指的是朱小珍的母亲 我就想知道 林云婷案发当晚在哪 在干嘛 第二 莫幻经 使用狼头砸邻居门 让邻居逃跑 关于这一点 原始卷宗从未显示过 当莫幻经 用狼头敲到16楼阿姨门的时候 阿姨已经接到17楼住户通知 走到了15楼了 如果莫幻经放火理由成立 那么 他为何没有时间 营救朱小珍母子 反而有大把的时间 来通知邻居逃生呢 如果莫幻经的放火时间也成立 那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立马燃起了熊熊烈火 除非房间里 有大量的助燃剂 这也是唯一能解释通的理由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大内容 关于真假莫幻经的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 截止目前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一开始真的不相信 随着这种说法愈言愈烈 我现在也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她卖保险了 我女儿的保险就是她在她那里买的 服务特别好 对面叫香香哦 不是叫什么精 我说了 那个时候我是跟她一起打游戏 然后游戏上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对吧 对方是搞游戏设计的呀 对吧 那你不用求我了 你是等不到 等不到的 你赶紧去睡吧 我17年的照片我怎么发 我都不知道发哪一张给你看 她说卖保险的好多骗子 哎呀 她倒是真的很像 很想做林的这笔生意 可惜她没做 前几天 接触墨幻金最多的党律师 前不久 也发表达 也发表了一篇有关于真假墨幻金的文章 从内容来看 党律师似乎也有些恍惚 他更相信这种林猫 幻太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也希望有关部门 也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调查一下 关于真假墨幻金 很好解决 当事人 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以去相关部门 带上自己所有的相关信息资料 做一次彻底的司法鉴定 还自己一个清白 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 当事人和相关部门都没有任何举动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大象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理性讨论 请各位水君 给我死远 好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关注